咱们继续讲 吴老二 演的那本破书 巡河炮属于冷门开局 黑方硬中炮 然后禁足 致马 活通自己的马路 红方平炮 攻向 申请打向带想抽居 下面黑方如果 正马 就是如果 就进入 一个古朴记载 红方平局着炮 不能保炮 因为 打死局 那又不能上马 所以只能平炮 暗住 这个马 就半身不随了 黑方肯定想 救这个马 交换以后 浸泡 卡住 马 黑方不查 还禁锯 想 撵走 这个炮 下面 就是 八百年前的 老飞刀 浸泡 带想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一回到 打向的节点 正马 正马不理想 所以改成 憋马 红方平局着炮 上马的话 进炮 打一串 那保炮 还是打死局 平炮 自然就压死了 这个马 所以黑方 必然是平局 对着 因为 鞠出来了 就可以上马 因为你炮过不去啊 对不对 底下 永远是中炮的 软肋 炮 瞄着底下 这个鞠位 牵制 不敢高起来 所以出这个鞠 就有点小尴尬 平炮 打鞠 在对兵足 打通和苦捉马 再捉 马上不来 含力退回 平炮 有打鞠 再平炮 攻击底下 像还无处飞 黑方选择 避其锋芒 红方平炮 黑方自然是出鞠 还先手捉马 又来 吊住这个鞠 那黑方的鞠 老被吊在底线 不像话 对不对 所以先气后去 因为镜像一户 飞着鞠 打着炮 捉着马 得回狮子 不难 交换一户 红方怎么走呢 现在死地 是平衡的 红方直接 气 气马攻杀 黑方得子 爽的不要不要的 但是红方得势 双鞠锁利 铁门拴 黑方无奈 只能是平降 解杀 白气鞠躬杀 只能禁将 还不错 具有根 但是红方 照头一棒子 只能进尸 动一措 是残局的灵魂 那失动不了 只能退降 这样就要坎士杀 黑方高居一宝 顺势上马 那炮 也不能做 无谓的牺牲啊 下面 还是顿错 这样满路步了 老将不能动 只能平居 那交换了黑方 我刚才高兴了 下面 又是顿错 然后 一招 毙命